地名的青麥派 不知道各位有看了嗎 叫泰種 這個地名也幫我們廣告青麥 可是他們來派的時候 青麥政府花了300多萬的泰主 為了他們 可是我們青麥還是有回報 有回報我們觀光客 他們就知道 青麥是一個泰國旅遊的地方 就往這邊跑 所以現在我們還好今天就往青麥走了 郊區走了 所以到城裡面的話 都到哪裡都是 好 我們今天到了大象學校 這邊可以說是 今天的午餐也是在大象園裡面 午餐可以說這幾天就比較差一點 就是量比較的 總量比較少 也知道到了自助餐 因為都是在鄉下森林裡面 但是我們第一個就是常景族 常景族不是我們泰國的少數民族 泰國少數民族有9族 我們台灣有幾族 台灣有幾族 你看來的多 一個地方來的多都不一樣 12族 41族 14族 沒有這麼多 沒有 台灣才有3族 睡眠不足 不滿足 低頭族 現在每一個國家都加了一族 低頭族 走路也低頭 吃飯也低頭 什麼都低 是不是各位 從這個蘋果 從這個商機來了 就是低頭族 對不對 很多的走路 就砰 轉到定心 吃飯了吃吃 不知道味道比一隻 所以這就是低頭族 開玩笑的 各位 所以我們這個少數民族 是冥甸來的 各位 為什麼冥甸的少數民族 就是昆沙 對不對 毒品大碗 是冥甸的 所以他跟他的國家 獨立 想獨立起來 就戰爭 那所以他就 這些少數民族 就沒辦法生存了 就逃到泰國 因為泰國的冰界 跟冥甸的 都是連在一起的 從叫美豐宋 所以我們台灣 打一些廣告的話 這個場景主 都是在美豐宋 那邊拍的 然後到這個清邁的話 要車程十二個小時 飛機的話 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 所以他到了那邊 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的政府國家 就是說 這個人都跑到我們的國家來了 那就跟他們的國家聯絡 叫他們政府 把他們的人帶回去 可是他們政府 也不理不睬他們的 那我們這邊政府怎麼辦 人也趕不走了 所以就信置他在一個地方 那越來越多 就有三萬了 三萬怎麼辦 他們要怎麼生存 他們怎麼生存呢 所以後來 今天是2015年的7月8號 第二天 我們現在從清邁前往清邁 是收泰國國家的嗎 沒有 是給他們的生活費 所以他們在那邊 什麼地方都不能出去的 私住在那裡 就是在一個小村莊裡面 就是鄉下的地方 因為他沒有泰國籍 沒有泰國籍 可以打開 所以呢 他們這個呢 就是只能靠這個小費 像各位跟他拍照啊 要小費給他 假如說他有賣清禮品這些 糟糕 去到今天 你跟他